美选进到最后倒数阶段了 不过现在主流媒体却爆发了退订危机 是自由派的媒体华盛顿邮报 过去36年来 他们几乎都是公开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的 不过就在上周他们却突然宣布 这一届的美选他们不会选边站 这也造成了广大的读者相当不满意 世界延烧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损失了至少有20万名的数位订户 另外还有好几位编辑跟詹兰作家是请辞抗议 华州的老板贝佐斯在29号打破沉默 说坚持不替任何一位候选人背书 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美国媒体爆发退订危机 自由派媒体华盛顿邮报 过去36年几乎都公开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上周却突然宣布 本届大选不会选边站 成为继洛杉矶时报后 第二家不表态的主要媒体 造成广大读者相当不满 事件延烧至今 损失至少20万名数位订户 加上好几位编辑跟专栏作家 纷纷请辞抗议 华游老板贝佐斯 29号打破沉默 还是坚持不替任何一位候选人背书 是正确的决定 贝佐斯在文中引述盖洛普民调 指出大众媒体公信力低落 民众需要值得信赖的资讯来源 强调选择不背书 是由公司内部讨论决定 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贝佐斯说要保持媒体中立原则 还说2013年担任华游老板 至今11年间 绝对没有受到政治干预 也没有任何私人利益参杂其中 不过旗下的航太公司 蓝色起源执行长 上周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会面后 华游突然选择不表态 十几点敏感引发诸多揣测 确定词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